才完工不久的建英路是目前凤林镇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向快速道路 不过日前凤林镇公所建设可发现这个路段路灯有34盏是不亮的 看查之后发现路灯的线路被偷了 在凤林代表会当中就有代表提出希望相关单位可以尽早处理 以免民众行驶这个路段发生交通意外 在民国106年法宝施工108年完成的建英路 共花费一亿三千万元的拓宽工程 虽然道路已完工 但是目前还是为波交凤林镇公所管养 日前镇公所建设可就发现路灯的线路召窃 三星里长就表示夜间照明不良会造成民众行驶安全上的疑虑 目前这个建英路的路灯这个不亮 因为这个路灯经过的机敏很多都是三星里 晚上路灯不亮当然 尤其这个地方以前旁边都是森林 当然会影响到整个新车的安全 尤其下班的时候妇女 大家走这个路段都有一点怕怕的 而在凤林正名代表会定期会上 就有代表直询希望正公所建设客 能够加紧协调县政府建设处尽快处理 避免夜间照明不良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 这一步那个大陆路灯全线统统统没有找 好像是电线被剪掉还是怎么样 群中所抽的回答 总共算是我们有结合算过了差不多有三十四档博调县 被拖的所有的电线的长度大概有三千九百米 我们也已经报请那个分局去报案了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重点就是 因为这条路是属于新设的道路 是由县府土木客在新做 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移交给我们 我们会跟县主如何积极的联络到处处理后续的情形 以上是有关键这个报告的 正公所建设客会刊盘点之后 建英路共有三十四盏路灯不亮 即三千九百米电线召窃 目前相关窃案凤林分局也已经进入司法程序调查中 记者林杰凤林镇采访报道